清晨五點 胡志明市志工默黑出發 40分鐘的車程抵達平洋省 要為北新淵市和順安市 近800位青海學子發放助學金 志工攻進地上助學金 這份資助不僅幫孩子園求學夢 也減輕許多家長的負担 也減輕許多年來的關懷提供助學金的實質幫助 許多孩子也已滿滿的主統回饋 助學金是孩子脫貧的希望也是改變的開始 從收下的那一刻起他們也更有向上的動力 走出屬於自己的未來 大家先為這次美志工陳怡婷 林林財 越南爸爸 靖天堡